少女深陷景中为何无人搭救 男子偷情竟被女友发现 厉鬼为何纠缠大叔不放 在厉鬼缠身的背后 是阴谋策划还是冤魂索命 请收看即将为您播出的 这是什么鬼之禁忌游戏之迷藏 大家好我是小姜 一个爱看鬼片的僵尸 各位鬼友注意了啊 小姜我终于买房成家立业了啊 想参观我的私人墓地粉卷子的鬼友 就马上添加微信小姜12306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关注小姜 每天都会为各位鬼友献上一部 精彩吓死人不偿命的恐怖片 和各种恐怖视频 喜欢恐怖重口的鬼友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哦 已经添加零刻脑S的鬼友 也不要取消关注 小姜也会经常回娘家 为各位鬼友带去新鲜好玩的恐怖资讯 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把偶兔袋都准备好了啊 为了今天这部恐怖片 恶心的剧情 敞开偶兔袋 和小姜一起看一下这部 亲情教育片 禁忌游戏之迷藏 影片一开始 一个自发的Cosplay社团 雇了一个摄影师 去郊外的旧厂房里 拍摄参赛照片 一行五人挤在一辆小轿车里 分别是摄影师 薯片妹 开车的小吊男 七六孩 还有大鼻孔的娘娘强 这一行人呢 扮着恐怖片中的角色 准备让摄影师拍好照片去参赛呢 这妆都画上了啊 就分不清谁是谁了 为了让各位鬼友分面的出来 我给各位鬼友介绍一下啊 像不像这事就另算了啊 这薯片妹呢 扮的是家业子 哎 真是买一台我的女神呢啊 齐刘海扮的是身子 晚上就让我这小姐们去找你啊 那么丑 小吊男扮的是面具杀人狂 娘娘强扮的是 十三号星期五里面的杰森 哎呀妈呀 这都是些什么鬼 小孩子家家的 净整那些要摸鬼怪的 去摸乱舞啥的 别人家的costplay呢 都是扮什么动漫角色 你们几个倒好哈 不是喜欢扮鬼 就是扮杀人狂杀的 看着就不着雕 这帮人是拍照片不够过瘾 还玩起来躲猫猫 就看着齐刘海在那边瞎滑了呀 各种摸搜的 谁也没抓着啊 还一不小心把自己给搭理了啊 啥也看不见的齐刘海 是一不小心就掉进井里摔死了 这帮人吓得呀 是直接麻爪的 想比赛 我去我说你们几个够屌啊 是嘴巴吃屎了 还是脑子炸了呀 这小伙伴掉行李了 不想着下井了哦 去想着怎么扛到比赛结束 真是人死不如屎啊 随后这几个人达成协议 谁也不许代替这件事 谁也不许报警 齐刘海死后的第七天 也就是头期 摄影师在跑步的时候 闭着的电视 忽然就自己亮起来了 突然放起了午夜凶灵中 真子从井中爬出来 吓死人的那段 并且他还接到了 掉进井里摔死的齐刘海的电话 说要来找他们了 因为这齐刘海啊 死之前一直在玩长毛毛 没玩完他就死了 那按照俺们下边的鬼君呢 死的时候有遗憾 就不能投胎呀 看来这齐刘海的遗憾 就是没玩完这游戏呀 电话刚挂没多久 这变鬼的齐刘海 就出现在了摄影师的面前 这给摄影师吓的呀 是不行不行的了 哎呀妈呀 这是什么鬼呀 这躲猫猫 不得让我躲一会儿 你再出来找吗 咋一点都不给人机会呢 摄影师吓得是脑子一片空白呀 只知道逃跑了 也顾不上验证一下 这鬼是真是假了 这我害怕的分 差点就让女鬼活活吓死了呀 还好这小姐们 这倒适可而止啊 吓够了就跑了 摄影师惊魂未定 是各种打电话找人啊 也没找到 都找到他们爸妈那了 但是他们几个的爸妈 根本就不关心他们的死活呀 最后在酒吧 摄影师把这几个小犊子 都给逮捞了 他家撞鬼的这件事 告诉了他们 可是这几个人呢 根本就不相信什么怪力乱神的 还把摄影师一顿好吗 对对呀 你这大叔也真是的 怎么能跟年轻人 传播什么鬼怪思想呢 不知道见过以后 不许成警啊 我除外 晚上薯片妹回到家里 竟然收到了齐柳海 掉下井的时候 扯下他裙子的那块布条 这薯片妹看的是 脸下的萨把呀 一点斜色都没有了 而一直逍遥自在的小屌男 在地下车库取车的时候 看到了墙上写的 几个鲜红的血字 再一扭头 就看见了在那等他 已经变鬼的齐柳海 这在是妈呀一声 这是什么鬼 吓得小吊男是各种狂奔的 那速度严丑都叫齐飞呀 不过他还是挺聪明 知道这人腿呢 跑不过车轱辘 打算开车逃跑的时候 变鬼的齐柳海 还学着我真子小姐们 顺着车盖子就开始往上雇佣啊 尼玛你这是什么鬼 能不能不这么给俺们鬼丢人呢 你是蛆啊 俺们鬼才不把脸贴在车盖子上雇佣呢 明白的知道你是个鬼 不知道还以为你擦车的呢 弄得干俺们有软骨病似的 你让那些鬼友 以后怎么想俺们这些鬼啊 还让不让我在这好好做节目了 那以后我也把脸贴在棺材盖子上雇佣得了 各位鬼友们啊 可不要被这个盗版真子给骗了啊 俺们真子姐们才不这么爬呢啊 想要看原版的真子小姐们怎么爬吗 那就马上拿起手机 微信搜索小江12306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关注小江 我的私人目的 输入关键字真子 记住一定是真子两个字 即可看到标准的真子爬视频 第二天一早 摄影师就接到了小吊男的电话 约他在商场贴面 一起讨论见鬼的这件事 而摄影师根本就不知道 小吊男昨儿已经留了遗书 跳盒子撒了 现在他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呢 直到他在商场的电视上 才看到了这条新闻 而这个时候 面无血色的小吊男 拿着个刀来到了商场内 是各种追杀摄影师啊 摄影师心想了 我这招谁惹谁了 胃毛就和我一个人祸祸呀 还好这摄影师腿捣痛得快呀 嗖嗖的 躲过了这一劫 才来到医院 见到了还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小吊男 瞬间就懵逼了 我弟妈呀 这是什么鬼 他搁这混着呢 那刚才追杀我的是什么玩意啊 魂吗 不带这么玩的啊 那边还有俩人没事呢 能不能可他们嫌祸祸啊 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让我歇会吧 这个时候也联系不上娘娘墙了 而鼠片妹很害怕 就跟着摄影师一起回家了 俩人写了一书 放在了门口的邮箱里 如果过了十二点死了 那这封遗书就会邮到家里 如果十二点之前没事 兴许他俩还能躲过一劫 可是没想到 这俩人还没躲过呢 这小吊男戴着面具 又来追杀这俩人了 我说齐刘海那鬼大劫也挺有意思哈 自己不动手 仗子收了个小弟 啥都让人家去干 下大雨了 还不能歇着 还得去给他杀人去 这鸡三大免费劳动力 军人 犯人 学生之后 又多了一个鬼小弟呀 还是在摄影师大叔跑得快 号称恐怖片街的小猎豹啊 摄影师先行一步上了车 并载上了跑过来的薯片妹 这时候摄影师在广播中听到了一折 有女子在她家那条巷子里 被刀刺中后背的新闻 摄影师一听立马就炸毛了 我去什么鬼 那被刺中的女儿是谁呀 我后面这有谁呀 摄影师立马下车去确认薯片妹 却摸到了一大把血 而薯片妹这时候 也拿着把刀从车里爬了出来 摄影师一看 我的妈呀 赶紧撩吧 又化身成为小猎豹 嗖嗖嗖就跑远了 立马就去酒店开了个房间 就没想到 这七六孩鬼大姐 早已经在床底下等她了 就等着她来找了 发现床下有鬼的摄影师 是跑出旅店继续撩啊 是看谁都像鬼 看谁都不像好人呢 为了躲避变鬼的这群人都追啥 摄影师是贴了胡子换了衣服 坐上了公交车 以为隐藏的很好的摄影师 还挺自信满满的呀 可是谁曾想到呢 这鬼就在她身后面坐着呢 吓得她是命也顾不上了 立马跳车逃跑了 原来这七六孩没有死 小屌男也没有死 鼠片妹也没有死 这些全都是有人给他们出谋划策 让他们剧本演的 为的就是吓唬人玩找乐子 而刚才摄影师那跳车一摔 把定位器是给摔坏了 他们才找不到她的 这几个人还沉浸在这次吓人事件 刺激的兴奋当中呢 打算继续吓人 他们猜到这摄影师 一定会回到那个废弃工厂那 打算继续吓唬她 可是他们却在工厂里 发现了自己的灵位和照片 突然他们三个人就全都被打晕了 当他们醒过来的时候 小屌男和七六孩被绑在地上 而鼠片妹却被挂在井的上边 而这时工厂的喇叭里传来了一个声音 那就是摄影师的声音 而他们也听出来了 小屌男立马就献殷勤 向摄影师坦白了一切 而摄影师却说 那些整人的剧本就是他写的 随后他们从供桌上 看到了他们已经去世的成员 小美女和摄影师的照片 原来摄影师就是去世的小美女的爹 而小美女的死就是他们造成的 原来那些小美女和小屌男偷情 却被小屌男的女朋友 鼠片妹抓个正着 随后俩人就是各种撕逼呀 各种骂连撕拨带扯的 鼠片妹推了小美女一把 没成想小美女却被迎面开过来的车 撞死了 而这次摄影师谋划了这些 为的就是让这几个人留下一书 他在将他们杀了 这样就没有人会怀疑到他了 而这个时候 从楼上走下来一个扮成电剧惊魂里的面具男的人 打算跟他们继续玩藏毛毛 要不然就把吊着的鼠片妹立马弄死 小屌男还算厉害啊 是挣脱了绳子打晕了面具男 本以为掀开会是摄影师大叔呢 可这样人没想到的是 竟是娘娘腔啊 是摄影师在他身上装了炸弹来操控他 为了增加游戏的乐趣 没想到他竟然把小屌男鼠片妹的爸妈也抓来了 让他们选择 到底是父母死去呢 还是自己死呢 在亲情和自己的命之间选择 在他们快崩溃的时候 俩人又齐刷刷的晕了过去 当他们醒来的时候 所有人的父母都聚在了一起 电视画面中突然放弃了摄影师留下的画面 原来摄影师这次是为了调查女儿去世的原因 而他认为女儿的死 和他平时都不关心不在乎有关心 看着跟他女儿同样被父母忽视的这群孩子 他决定用这样的方式 教育一下他们和他们的父母 珍惜眼前的亲情 尼玛这是什么鬼 有这么教育的吗 心里尝尝能力强的还行 这要是不强的 不就纷纷中弄成亲人命了呀 还教育个毛线呢 女闺女死了还要把别人弄疯啊 不包紧抓你就不错了 你这还有理了 是我的头头是道的 不是说好恐怖片吗 撒死他们都完了吗 怎么愣演成亲情教育片了 怎么着还要在学校里放啊 影片的最后 摄影师大叔来到女儿的分钱 打算一直陪着女儿 弥补以前的过错 这真是自己剧本自己演 装成影帝不要脸 本以为子来寻仇 愣是演成亲情篇 各位鬼友们的福利来了啊 春节临近 小姜为答谢各位鬼友 这半年来的厚爱 准备变卖棺材 牺牲肉体 卖身换钱 给各位鬼友以抽奖的形式 送去新年礼物 奖品有限 机会难得 到时更有千元超级大奖 和限量定制版小姜玩偶 等着你拿 只有看完节目 订阅我们并积极回复的鬼友 才有机会抽奖哦 超级大奖等着你们 还在等什么 赶快订阅并留言 说出你们的新年愿望吧 艾迪维君乐天下的鬼友留言说 回法术该多好 那样就可以上头条了 我说你这不行 坏了我就祈求望半壁 赶紧回法术 让他赶紧上头条吧 感觉这样世界 就为太平了许多呀 帮半壁上头条 是全世界共同的目标吧 艾迪维可乐库的鬼友留言说 小姜我要你的胸 我说你们这要衣服 要帽子啥的 我就不说啥了 还直接要胸了啊 这样吧 你把你的右手跟我换 既然右手都给我了 那你留着小兄弟也没啥用了 也一起给我吧 这样换咱俩都公平了吧 艾迪维吴家衡的鬼友留言说 小姜我要你的眼珠子 你们这一天天的呀 要玩兄的 还有要眼珠子的 咱能不能消停点啊 要我这眼珠子干啥吧 泡酒吗 我这天天瞪着眼珠子瞅你 你能喝得下去吗 各位鬼友 赶紧动动你们的手指 说出你们的新年愿望 留言并订阅我们的节目 你的愿望就有可能 由小姜帮你实现哦 还有想要给小姜提意见 或者提问题的鬼友 或微信中留言 小姜会第一时间回复 小姜还会在每期的留言当中 挑选精彩留言精神吐槽 你的留言将会出现在节目当中 各位鬼友还在等什么 都妈溜扫起来开始留言了 好了各位看官 今儿到这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 你赶紧拿起爪击 微信搜索小姜12306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关注小姜 我的私人目的 每天各种重口奇葩鬼片 吸引来袭了 感想鬼们要躲一躲咯 白了个白摸摸哒 小姜我也躺下了 没事下来找我玩呢 感谢观看